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的销售额轻轻松松就能突破500万元 那齐春辉的农庄里到底藏着什么奥秘呢 正在张罗的这个人叫齐春辉 是这家生态农庄的负责人 2017年凭借种植不打药的蔬菜 他一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500万元 脸一组去摘 走 赶走 走走走 齐春辉种菜为什么不打农药 他又如何凭借不打药的蔬菜赚取巨额财富呢 早晨五点半 齐春辉召集工人 开始当天的采摘 齐春辉的农场里有53个大棚 别人家大棚里种菜都是一到两个品种 让人奇怪的是 在他的大棚里 蔬菜品种居然达到了将近十个 看工人忙不过来 齐春辉也开始下地帮忙采摘 此时时间还不到早晨六点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这么着急的赶着摘菜呢 今天我们有500多斤货呢 我们成都客户当天采收 当天到家 所以现在时间比较紧 因为我们十点之前必须得全部把货发保 齐春辉采取的是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卖菜方式 从2015年开始 他就已经采取这种特殊的方式来销售自己的蔬菜了 正是凭借着这种与众不同的销售方式 让他赚得比别人更多的财富 别人卖菜都是同一品种 马放整齐装到一个箱子里 而齐春辉家里的菜采用的却是混搭模式 按理说每种蔬菜的市场价格都不一样 这么多种蔬菜混着装 齐春辉采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销售方式呢 现在我们正在配菜 为了保证这个消费者吃到各种各样菜每周 然后影响军防 我们这一箱菜最少保证八种以上 像这样一箱十斤 我们就能卖到160块钱 齐春辉与众不同的卖菜方式 就是采取配送 顾客只需给他打个电话 每周他都会把不同品种的蔬菜采摘下来 配送到顾客家里 但是就算是采取配送的方式卖菜 在市场上这么一箱菜也就几十块钱 想卖到160块钱 那也是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他家的菜就能卖到这么贵呢 奥秘就藏在他家的大棚里 每天都得仔细看看 每天都得仔细看看 主要就看叶子的背面 看这画也要看 在我们农场啊 每天都要仔细检查检查 我和工人每天都要时不时去菜底里 看看转转 因为烧一步如也就会出现很大问题 齐春辉在大棚里走走停停 还时不时地挂上一些神秘的小袋子 听齐春辉说 就是这些神秘的小袋子 让他家的菜一箱卖到了160块钱 这些小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又是怎么让他收获财富的呢 您挂着小袋子有什么用呀 你看看这个 哦 小虫子 嗯 这些就是鸭虫 在我们农场里边吧 发现虫害的时候不能用药 发现虫害不用药 这怎么可能呢 种地不打药根本就不成 不打药那成啊 一天地都让桶子给吃了 现在我都七十了 像他这样种地的不打药 我真没见过 要知道虫害对蔬菜生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就眼前看到的这些牙虫来说 在温度适宜的情况下 它们五天就能繁殖一代 如果发现不及时 用不了一个月 整个大棚的蔬菜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而让人奇怪的是 齐春辉的蔬菜大棚里防治害虫 不用农药 居然靠的是这种小袋子 这里边啥东西啊 现在 现在不能告诉你 过两天 过两天才效果 在齐春辉挂的这些袋子里 装着一种黄色的 像小米粒一样的东西 就凭借着这些小米粒 他的菜才能卖到市场价格的五到八倍 让他赚取巨额财富 然而 他当初决定用这种方式来种菜的时候 在厚牛房村 甚至整个小汤山镇 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更让村民不理解的是 齐春辉在决定回家种菜之前 就已经是一名收入年过百万的生意人了 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 他为什么要回家种菜呢 齐春辉出生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 八岁时就离开了农村去城里上学 大学毕业后 一直从事办公用品生意 到2008年 他一年的销售额 已经达到了200多万元 然而在2009年 齐春辉却突然放弃了 自己经营多年的办公用品生意 打算回家种地 在2008年的时候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然后网上多了很多网店 因为我们是做实体店的 我们的人工成本 店面的成本都比较高 生意就越来越难做 在办公用品生意 越来越难做的时候 齐春辉开始考虑 去其他行业发展 在这么多的行业当中 他为什么偏偏选中了 之前从没接触过的农业呢 这就是我们种的西红柿 西红柿口感特别好 扎姨给你尝尝 好 看看西红柿 来 尝尝 口感怎么样 沙沙的吃着 比我吃的从前西红柿都要甜 西红柿味特别浓 这西红柿好吃就对了 当初我去一个农场 发现它那个西红柿特别好吃 然后价格都卖到十块钱一斤 当时市场上 西红柿的价格就一两块 我一看农业还有这么高的附加值 就有了我最初搞农业的想法 虽然有了搞农业的想法 可要想实现 还存在着一定的现实困难 由于离开农村时 年纪较小 接触农业很少 西红柿当初并没有什么农业知识 父母又都是工人 家里也没有什么人能帮到他 正在我犹豫的时候 正好听到一好消息 村里边对外发报土地 这时候老婆正好怀孕 我想为了家里边人 能吃到更好的蔬菜 就坚定了我回家 创业做农业的决心 在齐春辉看来 生态农业是一个不错的商机 他的妻子马彦威 却很不理解 甚至有些担忧 因为农业是比较辛苦的 不太愿意让他干农业 因为他接触的农业 也比较少 但他执意要坚持做 我还是支持他的 有了妻子的支持 信心满满的齐春辉 还真回老家租了土地 但等他真把土地租到手以后 妻子却突然变了卦 让他把租来的土地退回去 当时我们本打算是租50亩地的 结果他回来以后告诉我 他租了180亩地 我当时真是惊到了 第一想法就是赶紧让他去把地退掉 退肯定是退不了了 合同我都签了 明明和妻子说好的50亩地 可转眼间 齐春辉就把租地面积提高到了180亩 这可是之前计划的三倍还要多 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如此大胆的举动呢 因为我在千和路之前 聊到一信息 就是政府对农业的补助力度特别大 以前计划是50亩 有了政府的补助以后啊 我想我咬咬牙 180亩地没问题 就这样 2010年 齐春辉在老家小汤山镇 后牛房村 租了180亩地 打算盖53个蔬菜大棚 计划投入300多万 对于没有任何农业经验的齐春辉来说 他该如何应对 投资风险呢 你看这10个棚 这10个棚是我们第一次 第一波建起来了 建起来就开始种菜 然后因为我们有53个棚嘛 后边陆续再往下建 这边种着这边建着 这种一边建棚 一边种地的方法 降低了种植风险 也安抚了妻子的情绪 10个大棚盖好以后 齐春辉开始投入生产 小汤山镇是北京市重要的蔬菜生产小镇 一开始 齐春辉请了4个 有大棚蔬菜种植经验的工人 来给自己帮忙 没想到 才过了半个月 他就和工人发生了争执 一开始请来的4个工人 当天就走了两个 当时我在棚里边种了一些蔬菜 先期长势不错 有一天工人跟我说呀 说有一部分蔬菜长了牙虫 建议打一些药 后来我一看也不是特别严重 我跟工人说 我说咱们是生态种植 不能打药 他从来也没种过地 他就凭着感觉这么走 不找这个药 这我看这不信 齐春辉一心打造生态农业 他并没有按照工人的建议 来管理蔬菜 发现牙虫以后 齐春辉并没有使用农药 而他也为自己的选择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打药种菜的第一年 由于虫害泛滥 齐春辉的农场产量很低 还不如普通种植户的十分之一 卖相也不好看 无奈之下 挑选好的送给了亲戚朋友 差的就喂了鸡鸭 没想到那么严重 大部分蔬菜都喂了鸡和喂了鸭 所以心里边确实挺难受 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然后做事情呢 一般情况下就报喜不报忧 当初发生虫害这个事情 他并没有告诉我 我只是看到他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差 而且呢 晚上经常的失眠 然后我就到农场去看了看 结果呢 发现种出来的作物 都已经遭受了虫害 坚持不用农药的种植方式 让齐春辉深受打击 虫害问题不解决 这菜该怎么种下去呢 刚开始种菜就遭受虫害重创 收成不如普通种植户的十分之一 齐春辉该如何走出失败的阴影 种地不打农药 这虫害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农广天地邀请您继续关注 以虫治虫 巧赚钱 在农场遭受虫害的时候 一项独特的民间艺术 给齐春辉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同样不用农药 他家西红柿的母产量达到了五千斤 让齐春辉一年就收获了将近两百万元的财富 那齐春辉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 在昌平地区有一种十分独特的民间艺术 名字叫花博大鼓 这是一种以古博为伴奏乐器的传统民间舞蹈 在齐春辉小的时候 他就对这种传统艺术十分着迷 直到现在 只要有时间 他都会来到广场上打鼓 而打鼓也称为他遇到困难时 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 当初在受损失的时候 一烦我就来打鼓 没想到这打鼓还给我解决很多问题 打鼓跟种植两个毫不相关的事情 能给他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跟齐春辉是发小 又在一起打鼓 之前齐春辉送了我一些蔬菜 我看了以后心里边挺不高兴的 为什么呢 这些菜品相特别不好 歪挂裂枣了 但是通过品尝以后 感觉的口感和味道 确确实实和咱们市场上买的区别很大 后来呢 我就给他打电话 又跟他要了一些 朋友的话 给了齐春辉新的动力 他更加坚信 自己的方向没有错 只是没有找到方法 于是齐春辉苦心钻研除虫方法 没想到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同样不用农药 西红柿产产量却达到了五千斤 他是怎么在不打农药的情况下 成功控制住了虫害呢 放的小袋子应该起破 来 咱们看看 虫子好像没了 好干净了 都没有了吧 对 看看这有什么变化 我看看 这个东西变白了 对 之前是黄的我记得 对 黄色的时候是它的卵 现在它的幼虫已经爬走了 所以幼虫都去哪儿了 都去吃这个鸭虫了 所以鸭虫没有了 咱们在附近找找 应该能找到它 行 快来 快来 找到了吗 找到了 找到了 你看 这什么虫子呀 这就是瓢虫的幼虫 这就是瓢虫啊 它是幼虫 再过五六天 就是你想象中那种瓢虫了 反正这幼虫就这样 没有翅膀 但是 它不是牙虫 相当厉害 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齐春辉是从哪里学到的呢 最早我们农场杀虫子 都用那些物理方法 像什么 杀虫灯 黄板 蓝板 可是在使用的过程中 发现一个问题 它们首先第一是 只杀会飞的虫子 第二 分不出好坏虫子 可是在后来我仔细观察 就发现一个问题 你像牙虫 牙虫的幼虫它不会飞 对这个植物的伤害也特别大 可是这些物理方法都解决不了 我就想怎么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后来我听说有一种叫生物防治 乙虫制虫是天敌 可是这些天敌 我哪去找又是个最大的问题 乙虫制虫是生物防治技术的一种 它的原理是 利用害虫的捕食性天敌 和寄生性天敌 防治害虫 不光瓢虫及其幼虫 可以吃牙虫 眼前的一只小花春 也可以在一天内 吃掉二十到三十只技马 除了瓢虫和小花春 在农业生产上 经常利用的害虫天敌 还有烟芒春 草林 捕食蛮等 这类天敌一般食虫量大 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 必须吃掉几十个 甚至几百个虫体 才能完成发育 因此在自然界 控制害虫的作用 十分明显 当时呢 启春辉他过来找到我说 他想用这个虫子来防治 它们原子里面的害虫 说实话 我是挺惊讶的 因为呢 这其实是我们生物防治中的 主要措施的一种 那么用一种天敌呢 去防控几种害虫呢 那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 像我们那个定制出 这个牙虫 它很可能会爆发 那么用的是一色瓢虫 去防治牙虫 那么在后期呢 有可能鸡马 还有这个红蜘蛛 还有粉尸 它会陆续的发生 这样的话呢 就要求我们去引入 多种天敌昆虫 去防控这些害虫 就这样 在侯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 2011年 齐春辉通过以虫制虫的方式 生产蔬菜 获得成功 凭倪春辉的农场名气 变得越来越大 有了源源不断的客人 齐春辉开始逐渐扩大 种植规模 利用四年的时间 2015年 齐春辉种植的大棚数量 由原来的十个 扩大到了三十个 依靠采摘和配送 齐春辉农场一年的销售额 就达到了将近二百万元 在2016年 收获财富的齐春辉 决定再次扩建 从原来的三十个大棚 增加到53个 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 客人逐渐增多 一个一直困扰齐春辉的问题 变得越来越明显 每年的六到八月 北京地区高温高湿的天气 无利于大棚树菜种植 在这段种植的空闲期 没有足够的农产品可以采摘 客人流失就比较严重 如何能在种植的空闲期 留住顾客 成为齐春辉最为头疼的问题 齐春辉正在参加的是一场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课程 这样的课对于齐春辉来说 每年都会参加 在2015年 就是这样的一场培训 让齐春辉在种植的空闲期 客人不减反增 而且一年多收入一百万元 他到底学到了什么呢 在课程中我了解到 要想留住客人 服务一定要全面 产品线一定要丰富 每年在我们农场 蔬菜都会有一段空挡期 在这个时候 正好又是桃子成熟的时候 我就考虑能不能在那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乐趣 齐春辉正是凭着细心和用心 张来农庄游玩的客人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有了进一步的增加 截止到2017年 齐春辉的53个大棚 每年可以产出将近40万斤蔬菜 通过采摘和配送的销售方式 年销售额突破500万元 做农业不仅仅需要的是 情怀和艰苦的付出 更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创新 不断地提高自己 才能做强做大 想要从众多农产品中脱颖而出 离不开创新与坚持 在近十年的农业生产中 齐春辉将农业与科技相结合 通过以虫制虫的生态种植模式 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 富有特色的农业之路 好了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今天的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您想了解栏目的更多内容和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 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